中午刚吃过饭 这是上午做的这个弓箭 一共有五箭 上面主要就是打孔 这孔打的比较深 打的五十多个深吧 今天上午做这第一箭的时候 还把我一个八毫米的湖缸钻头 都打断了 湖缸钻头 因为太短了 它这个 有效的深度不够 所以把这个钻头给挤断了 铁屑排不出来 看一下 就这个 这就打了一个孔 打了一个孔就把钻头给挤断了 它铁屑排不出来嘛 打的比较深 这个还要穿孔 挺麻烦的 现在机台上面 还在做 这上面这都是八毫米的孔 然后另外一台机做的也是批量的 小批量 这是一共有七件 现在机台上面 正在做第一件 上午就是 上午主要就是我把刀 用刀库 全部放刀库里边了 然后城市串起来跑的 现在才跑了第一把刀 第一把刀 把这里开一下 然后第二把刀洗外形 看一下3D 这个 这个加工时间也挺长的 看一下上面也是 很多孔 主要就是打孔 这个材料不是特别的厚 就是打孔洗外形 然后反面 这是反面 反面 现在就是热处理之前先开粗 没有公差的全部做到位 有公差的流余量 然后这一台机下午做这个 做这个集件 这个是热处理 拿回来精加工的 这个料 就是洗几个消孔 56度的 现在就是做上面的消孔 还有几个消孔做一下就OK了 看一下这个素质 是做4.56度的消孔 其实这个用磁盘吸着做比较方便 可是这台机没有磁盘 所以就只能用浮盘夹着做了 下午开始干嘛 现在中午休息时间 还没有到点 完了一上午 两台机批亮剑才跑起来 还断了一把无钢钻 哎 钻头还在里面断着呢 还没取出来 还要放电 穿孔 然后这边是我同事做的一款不锈钢的工件 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不锈钢也挺大的 你看这个形状 不规则的形状 这个加工时间也很长啊 而且这个材料还是不锈钢的 这个也不好做 它是就是一个 买料买的是一块就是 就是整体给它留余量 然后拿回来 自己把这个外形全部洗出来 一共有两件 它是对称件 这个也不好做 这边是个牙孔 这个牙孔还挺深的 是用AB胶粘着做的 你看这个下面 这是AB胶 粘了好多AB胶啊 因为这个也吸不住 只能粘AB胶